昨天讲完了集合的B运算和胶运算是这样了吧 B运算和胶运算 今天呢先把补运算讲完 先把补运算讲完 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所学习的两种运算 一个叫做B运算 A并B A并B呢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叫A这个叫B A和B的并级就相当于把里面所有的部分都取 能够是吧 相当于把里面所有的这块都放进去 这叫A并B 那么A交B是什么 还记得吗 A交B是什么 A和B是什么呀 公共部分 不是A和B的交集 你重新重复了一下我A交B这个词 那么A交B指的是A和B这两个集合之间的公共部分 是这样了吧 指的是公共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说第三种运算 叫补运算 补运算呢首先你要规定一个全体 我把这个全体呢叫做全集 叫做U 我把这个全体呢叫做U 然后呢在这个U当中我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叫A 那么A以外的部分 注意啊 A以外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叫做A关于U的补迹 A关于U的补迹 怎么记呢 补迹的符号是个大非 然后你把这个U呢写在这儿 把这个A呢写在这儿 注意这不是铜 这不是铜啊 不要把它当作这个化学元素的符号来写 好吧 比如说我们这样去写 C R N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C R N这个相当于什么 N关于R的补迹那是什么 N关于R的补迹是什么 是什么 N关于R的补迹是什么 N关于R的补迹你会发现 这一条整个数轴上 是不是只把有限多的自然数那些点把它去掉 是应该这样的 这是剩下的广阔的是不是就是 那如果幻想C V N 这个东西是不是比较好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相当于什么 这个相当于从整数当中把谁去掉 把自然数级去掉 剩下的就是什么 剩下的这不就是负整数对不对 剩下的这不就是负整数 所以大家去理解 这个东西呢叫做A 这个东西呢叫做A的补迹 那么有了交并补这些东西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 首先大家首先要对补迹呢 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反战的态度 你要记住啊 A的补迹和A是具有同等地位的 相当于 U这个集合当中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分为两个集合 一个叫做A 外面这个你可以叫做B 能听到是吧 A和B它们合在一起之后 是不是就是整个神经U 是不是应该讲 是这样的吧 A和B的交集是什么 A和A的补迹的交集是什么 A和A的补迹的交集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这两个集合之间的交集 是不是一定是空集对不对 它们两个集合之间的并集应该是什么 A并上 U 这个应该是什么 A应该是U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上面这个应该是空集 下面这个应该是U 这个没错吧 所以大家呢去理解这样一个含义 好吧 理解这样一个含义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又有一种非常著名的题目 就有一种非常著名的题目 如果给你一个区域 如果给你一个区域 然后呢里面有若干的集合 让你用集合的语言来表示 其中的阴影部分 比如说这个全体叫U 这个叫A 这个叫B 那么这一块应该怎么表示呢 这一块应该怎么表示呢 这一块应该怎么表示呢 这一块应该怎么说 这一块应该叫做A交上B的补集 为什么是A交上B的补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块区域在A里面这个没有错吧 这块区域是不是还不在B里面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不在B里面就在谁呢 就在哪 注意在补集现象中 大家可以正常习惯性的这样去理解这句话 叫做不在B里面 就是在B的补集里面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不在B里面 是不是在B的补集里面 在我们的全体指定的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不在A里面 是不是在A的补集里面 这个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这块区域就是A 和B的补集之间的交集 叫做不在B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B的补集 补集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 你看不在A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A的补集 这句话去把它理解 这句话去把它理解 那么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拓展 还可以做的比较复杂 比如说 这个叫A 这个叫B 这个叫C 那么假设这块区域是什么 这块区域应该怎么说 应该怎么用结合语言来讲的 这块区域在谁里面 看一下在谁里面 在B里面 这块区域还在谁里面 还在C里面 这块区不在谁里面 不在A里面因此在哪 在A的补集里面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在B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B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在C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有C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又不在A里面 就在A的哪 就在A的什么 补集里面 A的补集应该怎么写 C U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区域的表达 怎么办 你要去看 这个东西到底在哪 它如果在你里面 那么谁就会被写进去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因为交集表示什么 交集表示若干个集合的公共部分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是表示若干个集合的公共部分 没错吧 那么它又在B里面 又在C里面 又在A的补集里面 那么是不是这三个集合的公共部分 所以大家这样去理解 好吧 一块去看它在谁里面 不在谁里面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东西呢 就是补集 补集相对而言呢 比较正常 因为补集呢 这个东西它是 只要指定全集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指定一个最大范围的全集 比如在所有数的集合当中 一般我们会指定 实数作为全集 那么对吧 如果在所有整数的问题当中 我们一般会指定整数作为全集 所有整数作为全集 像这个全集呢 一般是我们所指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班 我考虑我们班 所有同学的时候 我就指定我们所有的同学为全集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那么比如说 男生的补集就是什么呀 就是女生 女生的补集就是男生 这个能理解吧 是不是这两个是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补集的补集是谁 CU CUA 这个是什么 补集的补集应该是什么 补集的补集 是不是应该是自身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这个能理解吧 补集和自身之间 它们之间是互为补集的 可以这么去说吧 它们之间是互为补集的 就好像A和-A 它们是互为相反数的 对不对 是这样吧 A也是复为A的相反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好吧 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好 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补集的 这样一个 简单最后把它说完 当然 交集补集 还有并集 它们之间还有很多的运算率 这些运算率呢 我们不做过多的考察 因为这个东西呢 后期你们也会讲 后期你们也会讲 而且并不是我们暑期 讲到主线上的内容 因为暑期我们更重要的是 把一条知识逻辑主线 把它铲平 好吧 什么都讲 那就不对了 什么都讲就不对 什么都讲 光集合这个 能再讲三小时 那就麻烦了 好吧 我们今天开始来讲函数 我们今天来讲函数 函数这话呢 我想首先呢 从一个观点出发 我们希望 我们讲函数的时候 更偏重于我们 从映射这个观点出发 好 刚才我们考察的是 注意 在第一讲当中 我们考察的是集合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考察的集合 一个单集合的若干个性质 我们考察两个集合之间 可能出现了关系 我们又考察了 两个集合之间的运算 注意 以上我们的考察方式 都是禁止的 什么叫禁止的 就是当两个集合给定之后 他们的交集并级补及 是不是就确定了 两个集合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也确定了 是不是这样这样的 所以只要两个集合给出来了 这两个集合之间 像我们刚才集合所讲的 那些基本东西 是不是都定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我们要研究 两个集合之间的一个运动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一个叫做对应关系 在这种对应关系之下 两个集合给定 并不能给定它的全部 我们需要给出两个集合当中的一种对应关系 使得这样一个整体 被我们所认识 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叫 一二三四 另外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呢叫四三二一 这个集合叫四三二一 其实这两个集合是一个集合吧 这个能理解吧 这个集合叫A 这个集合其实也是A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叫B 好吧 其实这两个是一个集合吧 这个能理解吧 好现在对于这两个集合之间啊 我可以给它建立一种对应关系 什么叫对应关系 就是我把每一个数 对应到每一个数X 这个可以吧 我把它用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叫做五减X 这样一就和谁对应了 一是不是就和四对应了 二就和谁对应了 二是不是就和三对应了 三就和谁对应了 三就和二对应了 四就和谁对应了 四是不是就和一对应了 四平下降了 那么如果我换一种对应的方式 我把每一个元素 把每一个元素X 对应到和它相等的元素上 可不可以 这是不是一种法则 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法则 那么一就对应到谁了 一是不是就对应到一了 四平下降了 二就对应到谁了 二就对应到二 三就对应到三 四就对应到四 四平下降了 对不对 这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也就是说 我们同样的给出了两个集合 但是我通过不同的对应关系的构建 是不是使得它们的法则是不同的 什么意思 这种之间的关系 我们称之为叫做映射 我们这里所举的例子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这里所举的例子 都是数据的例子 什么意思 其实映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 我们给出映射的定义 我们给出映射的定义 给定两个飞空的集合 A和B 给定两个飞空的集合 A和B 对于A中的每一个元素 对于A中的每一个元素 我都能从B中 找到唯一的元素 与之对应 对于A中的每一个元素 我都能从B中 其实应该按照某个对应法则F 按照某个对应法则F 我都能从B中 找到唯一的元素与之相对应 它们之间勾引起一个对应法则F 等下应该加一个 加一句话 应该叫做对应法则F 所以A中的每个元素 按照对应法则F 我都能从B中 找到唯一的元素与之对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称F是 A到B的一个映射 我们称F 是从A到B的一个映射 积作F 从A到B 积作F 从A到B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几个东西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 两个集合给定 如果没有给定对应法则F 它是不能构成映射的吧 是不能构成映射的吧 所以说映射的核心 其实在对应法则F身上 映射的核心 其实在对应法则F身上 换言之 不同的法则F 就会导致不同的对应方式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A和B 只是两个组给出了集合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只是两个组给出了集合 好 那么 对于映射而言 我们有如下的关键词 第一 对于A中的每一个元素 第二 都能从B中找到唯一的元素 这是映射的两个决定性的属性 换言之 这两个属性 如果有一个不满足 它就不能成为映射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叫做 每一个元素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 A这边有 1234 这么些个元素 然后呢 B呢 里面呢 也是123 这个东西 这是123 好 那么 如果我建立这样一个对应 一对应到一 二对应到二 三对应到三 这个时候 是不是对应到 是不是A中的每个元素 都对应到B了 不是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映射 这个时候 它就不能构成一个映射 因为它不符合映射的初始条件 对于A中的每一个元素 你一定要都有一个 有一个箭头 明白吗 你一定 一定都要有一个箭头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我都能从B中 找到唯一的元素 与之相对应 什么意思 就是我对于这的1R 对于这的1R而言 我从B中找到的 只能是一个元素 跟它对应 不能出现什么情况 不能出现这个1 会对应到这里的两个元素 如果这个1 对应到B里面的两个元素 那么能不能够成映射 那么它就将不能构成映射 所以请记住 这是映射的两个初始的条件 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叫做 A集合当中的每一个数 都要对应到B 第二个问题叫做 A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只能对应到 B当中的一个元素 不能对应多了 不能对应多了 这个能理解吧 这是映射的两个本质的属性 那么有哪些情况 是可以被允许的呢 第一 这样的情况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第一 这种情况是允许的 这种情况是什么样子 叫做A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首先你看 我们符合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A当中的每个元素 有没有映射到B当中去 第二 A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是不是对应B当中的一个元素 对不对 对 但是B当中是不是多了一个 B当中是不是多了一个 B当中多了一个 没有关系 B当中多一个 没有关系 听到理解吧 B当中多了一个 没有关系 第二种 这个情况可不可以 它符合不符合 这样的两个条件 符合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符合不符合这两个条件 应该符合吧 一这个元素 每个元素 是不是都对应到B当中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 每个元素 是不是都对应到B当中的 唯一的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但是我们允许多个元素 对应到同一个元素身上 这个没有关系 好吧 这两种情况 是可以被允许的 但是注意 它的本质条件 是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什么叫硬射呢 硬射就是你村里的 你要种萝卜 种萝卜呢 有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要素是 你得有洞 你得挖坑 你要不挖坑呢 这个萝卜没法种 第二个呢 就是你得有萝卜 没有萝卜子呢 你有西瓜子 那只能种西瓜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你需要去种萝卜 那么硬射的两个基本条件 就是这样的条法例 第一 每个萝卜子都要塞到坑里面去 A集合就是萝卜子的集合 B集合就是坑的集合 这个能理解吗 A集合就是萝卜子的集合 B集合呢 就是坑的集合 那么硬射的第一条法则就是 每个萝卜子都必须塞到坑里面去 这个能理解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 硬射的第二条法则是什么 一个萝卜子不能塞到两个坑里面去 这显然吧 这显然吧 一个萝卜子是不是你不能塞到两个坑里面去 是不是这样这样的 所以说这样是不是就构成了一个硬射 但是我允许什么 这个情况是允许什么 允许有坑是空着的 是不是这样这样的 是不是允许有坑是空着的 这个情况是允许什么 允许两萝卜子 飞一个坑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这个东西呢 也跟某些现象是正常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这个同学们在进入 比如说高中也好 大学也好 总会有一些奇思妙想 总会有一些蠢蠢欲动 那么就会出现一些 这个男同志对女同志的这样一些 同学对女同学的一些相关的 这样一些感觉 但是呢 这个也是正常的 你注意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为一个正常的男生 在这个年纪段呢 都是会产生这样的某某感觉的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为这种感觉 是符合映射的第一个条件的 正常情况下 一般都是 正常情况下 我们认为 这也应该符合映射的第二个条件 要是不符合这个事 就比较违反了 这个事是不是就不大好了 对不对 要是违反了 这个映射的第二个条件 是不是就不大好了 是不是就不大好了 对不对 从道德意义上 我们认为应该是 满足这个东西的 好吧 好 那么映射呢 其实在实际情况当中 如果刚才我们那两个法则允许 被满足 那么我们称之为 这也是一种映射 能明白的吧 这也是一个映射 这个映射叫做 把每个男生 然后映射到 与之 不是与之 就是他心里当中 所 想象的那个 对吧 大家都能明白的 大家都能明白的 好吧 那么映射还有很多 比如说 把我们现在的每个人 对应到他的父亲 不管他的父亲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就是世界上所有人 对应到他的父亲 这个是一个映射吧 这个是一个映射吧 这个父亲指的是亲身父亲 指的是亲身父亲 首先呢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一定有父亲吧 没有孙悟空这种吧 没有孙悟空这种吧 孙悟空那是 那个石头末里蹦出来了的 那个不算 能不能解释吧 每个人都有父亲嘛 而且每个人的父亲 都是唯一的吧 这个应该是唯一的吧 我说过 我说允许 只要他是存在的 能不能解释吧 他是存在的 这个能解释这个意思吗 叫存在过的 叫存在过的就行 好 这个呢 也是一个映射 这个映射有很多 比如说 你可以这么说 把我们班上每个人 对应到他的左眼睛 这是不是种映射 把我们班每个人 对应到他的左眼睛 A几何就是 由人所构成的几何 我们班所有同学构成的几何 B几何就是 我们班所有的眼睛 构成的几何 所有的眼睛 构成的几何 我给出了这种对应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班每个人 对应到他的左眼睛 可以对应吧 可以 这个可以 是映射吧 但是 那 A几何如果是 我们班所有的眼睛 B几何如果是 我们班所有的人 那么如果从眼睛 对应到人可不可以 不可以 可不可以 它是违反第一条 还是违反第二条 不违反 它是违反第一条 哪个眼睛没有人啊 哪个眼睛之后 现在放在这儿啊 要是违反第二条 你一个眼睛 还能在两个人身上 你一个眼睛 眼睛之后 还能在两个人身上 这个是不可能的吧 所以说不管他 震过来反过来 是不是都是 但是如果把每个人 对应到他的眼睛 那是不是映射 把每个人对应到他的 把眼睛 我们看到左眼睛 你和右眼睛 看到俩 把每个人对应到 他的眼睛 眼睛之后 那算不算 那个不算吧 因为一个人会 对应到俩吧 你对应到这俩吧 你对应到这俩吧 好吧 如果一个人 能对应出 两个眼睛之后 那是不是他就不是映射 这个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 这个世界上 很多很多的映射 再举个例子 把我们班 每个人 都对应到 他左边那个同学 他是不是映射 他是不是映射 为什么不是映射 然后发现 有一个同学 坐在墙边上 那左边那个同学 不见了 是不是 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对应过去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对应过去 所以说他就不是映射 能个意思吧 他就不是映射 映射只有这两个 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条件和这个条件 好吧 这个条件和这个条件 这个能理解吧 好 这两个才是映射的 最基本条件 好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A集合是 A集合是平面上 所有的圆 这个能理解吧 B集合是平面上 所有的点 这个能理解吧 好 构建之间的映射 构不不映射 构建之间的对应 把每一个圆 对应到它的圆心 这是不是一个映射 是啊 把每一个圆 对应到它的圆心 是不是一个映射 是不是映射 应该是映射吧 应该是映射吧 是不是每一个 是不是每个圆 都会对应到 一个点身上 是不是像这样的 是不是像这样的 一个圆不可能 有两个圆心吧 没错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A集合 是平面上 所有的圆 没事 没事 B集合 是平面上 所有的三角形 那么第一个 注意啊 第一个叫做 如果把所有的圆 对应到 与之内接的三角形 就内接的三角形 那么这个是不是映射 不是 为什么不是映射 因为一个圆 可以有n多个 内接的三角形 是没看见的 如果把每个三角形 对应到它的外接圆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映射 是啊 这个是映射吧 每一个三角形 是不是都有唯一的外接圆 是不是都有唯一的外接圆 就能理解吧 所以映射的这个 映射的这个过程 并不是所有的映射 都是可以散过来的 能理解吗 并不是所有的映射 都是可以散过来的 以上呢 是关于映射的这些 最基本的概念 好 下面我们讲几种特殊的映射 好 还以我们刚才那个 罗布子和村长 不 罗布子和坑 罗布子和坑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判定标准 OK 以罗布子和坑 作为我们的判定标准 那么 甲村长上任 甲村长上任 甲村长 哎呀 这个村叫罗布村行不 这个村叫罗布村 他们已经种罗布 而维持生计 甲村长上任 甲村长规定 说你这个罗布子啊 切两盆 不是不是不能切两盆 切两盆是不是就不是映射了 是不是就不是映射了 对不对 首先你不能违反映射 就是种罗布的基本规则不变 但是你觉得呢 这个村子里面 就是说 你如果干个罗布子 塞到同一个坑里面 这个事情 罗布肯定长不大 就是多个罗布子 塞到一个坑里面 罗布肯定长不大 对不对 因此甲村长规定 不同的罗布子 必须放进不同的坑 不同的罗布子 必须放进不同的坑 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 好 放到极核映射的语言上 就是什么样的 一对一 就是不同的X必须怎么样 对应不同的 必须对应不同的元素 这个能理解吧 不允许不同的元素 所以说这当中 哪种情况就不能出现了 第一个 哪种情况 第一个符合不符合 第一个符合不符合 这个法则 第一个符合这个法则吧 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哪种情况就恶心了 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不允许出现了 它是两个罗布子 飞到一个坑里面去的 是没有这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种映射 称之为要做单射 我们把这种映射 称之为叫做单射 单射指的是 不同的罗布子 必须飞到不同的坑 也就是不同的A当中的元素 必须对应到B当中 不同的元素当中去 这个能理解吧 这个叫做单射 这个单子能理解吗 这个翻译过来 还是会 还是会有一些直接的意义的 这个单子能理解吧 什么叫单 好吧 刚才我们刚才所取的那些映射 有没有是单射的 比如说 把每个人对应到他的父亲 这个是不是单射 是 真的是单射吗 不同的人一定对应不同的父亲吗 不同的人 是不是有可能会对应相同的父亲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我们班就有嘛 对不对 我们班就有这个不同的人对应同一个父亲 对不对 是这样的吧 所以不同的人有可能会对应到同一个父亲 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这个不是单射 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我们刚才所说的 把每个三角形对应到它的外接源 这个是不是单射 是不是单射 把每个三角形对应到它的外接源 是不是单射 是不是单射 三角形对应到它的外接源 是不是单射 不是 我们只要看不同的三角形 有没有可能有相同的外接源 当然有可能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把我们班每个人的眼 把我们班每个人对应到他的左眼睛 这个是不是单射 是 不同的人应该拥有不同的左眼睛 不同的人应该拥有不同的左眼睛 这个是不是单射 这个就是单射 能理解吧 所以说单射是这样一种行为 能理解吧 好 那么 甲村长 为了达到甲村长的目的 那么很显然 这个村子当中是不是要多挖好多坑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要不然这个要多种的非一个坑不允许 那是多挖好多坑对不对 然后呢 乙村长上任 乙村长觉得你这个坑挖的太多了 你这个坑挖的太多了 这个完全没有利用率 完全没有利用率 因此乙村上规定 多少个萝卜子塞一个坑我不管 反正你坑不能空着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多少个萝卜子塞一个坑我不管 但是你坑不能空着 这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求 B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我是不是都能找到一个出发点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我是不是都能找到一个出发点 我都能够找到A当中一个元素对应过来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那么这两种情况 哪种情况就是不允许的 上面这个是不是就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个5这个坑是不是就多余了 这坑是不是就多余了 这个能理解吗 乙村长要求所有的坑都必须有楼子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因此这种映射我们称之为叫做满射 这种映射我们称之为叫做满射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 刚才我们的各个映射当中 比如说还是说 那个从每一个人映射他的父亲 这个是不是满射 就是说从事实上每个人映射到男人的几何 事实上所有存在过的男人的几何 然后每个人对应到他的父亲 这个是不是满射 是 这个是男人的几何 这是男人的几何 那不是 那不是男人的几何 比如说你被谁对应到了 我没有被对应到了 你被谁对应到了 有吗 有吗 还没有 当然没有 将来有吗 不知道 好吧 这个是不是 这个也不是满射吧 这个也不是满射吧 每个人对应到他的父亲 这是对应法则是不是应该这样 法则叫做每个人对应到他的父亲 这个集合叫做所有人 实际上目前活着的所有人 这个呢叫做 实际上存在过的所有男人 实际上存在过的所有男人 这个叫实际上现存的所有人 那么到底给我谁对应到 比如说谁对应到什么 什么秦始皇啊 现在每个人是不是也对应不到秦始皇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 也没有人能够对应到他吧 现在 至少现在没有吧 这个能力下吧 这个不是满射 那么我们再来说 这个不是满射 每个三角形对应到他的外接源 这个是不是满射 每个三角形对应到他的外接源 这个是不是满射 是不是满射 为什么是满射 因为你每一个圆 是不是都一定有一个三角形对应过来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这个能力下吧 好我们再来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 每个圆对应到他的原心 这个是不是满射 每个圆对应到他的原心 是不是满射 是不是满射 是的 是满射吧 这个应该是满射吧 所以说像这些情况 大家是不是应该去了解 是不是应该去了解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一个叫单射 一个叫满射 单射和满射都具有其非常恶心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吧 单射有可能会怎么样 单射是不是有可能会浪腿坑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像这种情况是单射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单射有可能会浪腿坑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满射会有什么样的恶习 满射会有可能就是萝卜长不大 你要是一个坑里面 随上十几二十个萝卜籽 那这个坑基本就被籽栽满了 知道了吧 那么因此丙村长杀人 所以前两个村长因为阵级不佳 然后都被撤离了 那么丙村长 那么请告诉我 丙村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好 笔记们只剩下了一条法令 叫做同时满足甲村长和乙村长 好我们来看同时满足什么意思 首先 不同种萝卜籽是不是要随进不同的坑 第二 每个坑里面是不是还都必须有萝卜籽 是不是应该这样一个过程 第一叫做不同的萝卜籽是不是要进不同的坑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第二 每个坑里面还得有萝卜籽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因此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每个坑当中怎么样 每个坑当中有且仅有一个萝卜籽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每个萝卜籽非且仅非进一个坑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这个没错吧 因此这种映射我们称之为叫做一一映射 称之为叫做一一映射 也叫做双射 这种映射我们也称之为叫做双射 什么 俩一就是双 这个一 其实它不是俩一就是 这个一指的是每一个和每一个对应 能不能有意思吧 这种映射我们叫做双射 大家能不能举出双射的例子出来 能不能举出双射的例子出来 每一只左眼对我弄三 好 每一只世界上每一个人吗 有的人他可能没有油眼 有的人可能没有油眼 是不是您那硬出都不是 能不能举出 只有转一个 我们班每个人对到他们脑袋 这总得试双射吧 有人没有脑袋吗 这个不可能吧 然后一个人会有俩老男 也不能 一个脑袋会有两个人吗 一个脑袋会有两个人拥有吗 会 连体一样不是我说我们班 我都说了已经说我们班了 我们就排除了那些稀稀苦爱的情况 身边上了 这个能力的意思是吧 每个人对他们脑袋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不对 这个还是可以的吧 所以说其实双摄很多 但是呢双摄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会讲到 双摄我们这个东西后面会讲到 好吧 这个东西叫做映射 这个能力的吧 好 我们下面接着说